身穿白衣拿剪刀對鏡頭露出燦爛笑容 藝人郭舒遙開心幫弟弟剪頭髮 看起來從小感情就很好 因為一直以來身為姐姐的他 一直照顧弟弟妹妹 父親過世之後 我每天要想的是 明天飯錢在哪 誰非怎麼辦 藝人搖搖看成是演藝圈拼命三郎 16歲那年父親心急梗塞意外過世 身為大姐的他高職輟學進入演藝圈 以電玩廣告一句殺很大台詞瞬間爆紅 賺錢幫弟妹分攤學費 甚至出錢幫媽媽開早餐店 一間扛起一家四口養家中蛋 直到弟弟成了扯鈴教練 能獨立賺錢生活 也讓姚姚受訪相當驕傲 姚姚日前受訪表示 弟弟現在擔任扯鈴教練 學費都不用集結出 為了省車錢 天天搭捷運到不同學校交扯鈴 曾經想出資讓他出國比賽 或是幫忙付學費 弟弟董事又獨立一口氣拒絕 想靠自己努力賺錢 不想成為姐姐負擔 如果我可以確定的是 我現在可以把我自己照顧得非常好 如今姚姚努力賺錢 有能力照顧家人 演戲更立平轉型 好生機有目共睹 但原以為弟弟已經獨當一面 如今卻捉入共睹案 恐怕讓姐姐上透了心 華視新聞 劉俊男 陸宇欣 台北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 拜拜 拜拜